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儿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479集 武行长挺尴尬 这房主当时可说得挺好 房子绝对是产权清晰的 整个院子都落在房主名下 像这样的房子本来也不多 大多数四合院都拆得七零八落 一个院子里住好几户人家 房子究竟是谁的 根本是一笔糊涂账 哪知道带夏小兰来看第一处房子 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想筹钱出国是一个原因 甩掉这群租户是另一个原因吧 夏同学 你瞧这事闹得 没事 都过来一趟了 我们耐心看看 买房子嘛 便宜如大白菜 到底不是真的大白菜 看一眼就决定买不买的 是少数任性的大土豪 夏小兰肯定愿意多花点时间 也要把房子的情况摸清楚 三十岁出头的男人 就是房主了 房主都被逼到了墙根 一看就是斯文人 可这年头 斯文人是要吃亏的 情绪激动的租户 手都指着房主鼻子 骂街骂娘 这要是换了三十年后 敢想吗 京城的房东 哪个当成这样 租金想涨就涨 不接受就提着东西滚蛋 但在八四年 有租产在手的房主 干不过一群真正的 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顽虐了房主 夏小兰也不着急 就和武行长 站在不远处看着 看热闹的也不止他俩 巷子里围观群众多着呢 夏小兰两人不算引人注意 房主也是避无可避 等那些租户骂累了 才强调 房子我是要卖掉的 别人要不要租给你 我管不着 我要卖房 你们也管不着 房主说话也斯文 但语气里能听出来怨气 怎么不愿呢 自己家的族产 明明白白地退还了 这些人就是赖着不搬走 每个月象征性地 交几块钱租金 比他这个房子的主人还凶 其实 房主一个人 也住不了这么大的院子 但他享有 选择租户的权利 房子租不租 租给谁 得是他说了算 而不是一些人仗着历史遗留问题 强迫他接受 找街道办解决过 街道办就是霍悉尼 房主也很无奈 一套他自己都住不进去的院子 他要来做什么 我们怎么管不了 你这是资本家的口吻 不考虑老百姓的死活 你们家祖上就是资本家 房主面色变了又变 忍着没发火 他以前还要和这些人理论 得不到应有的效果 还吃过好几次亏 现在已经学会了隐忍 反正挨几句骂而已 该卖房子还是得卖 没想到 这一幕却全被夏小兰 这个异象买家瞧见 有这么一群租户 是够闹心的 夏小兰也没掉头就走 实在是现在的房子不好找 他总要看看房子的情况 有这样一群赖皮在 房主想把院子卖掉 也不容易 一般的买家瞧见这情形 这笔生意差不多就搅黄了 夏小兰不怕麻烦 武行长带他来买的房子 武行长得想想办法呢 武行长果然比夏小兰更急 他还等着优质客户 扩大国债券 购入数额 现在能买六千元 以后就能买六万 武行长对未来 充满了美好的期许 这群人是在闹腾房主吗 不 是在闹腾他的优质客户啊 小徐同志 这怎么回事啊 武行长上前两步 一下子就从围观群众中脱颖而出 被叫做小徐的房主 也是一脑门汉 他也没见过武行长 熟人的熟人 就这样搭上线的 哎呦 您就是武行长吧 实在太抱歉了 把您给怠慢了 武行长点点头 表情严肃起来 颇有气势 这年头 银行难道不傲气 要不是被国债劝逼疯 武行长在哪里都能傲气的 背着手的样子挺能唬人 那些骂骂咧咧的人 也暂时收声 武行长的干部派头 把小徐给拯救了 这个干部想买房 那就不好闹了 租户们交换着眼色 武行长说要看房子 夏小兰就跟上 小徐自己才知道 武行长只是中间人 难道买房的 是跟在武行长身后的年轻女孩 小徐猜 今天这房子多半是卖不成的 先不说年轻女孩 能不能给出她要的价钱 哪个年轻女孩不怕麻烦的 年轻还漂亮 那就更经不起这些人闹 小徐无精打采的 看在武行长的面子上 还要把这院子 好好介绍一番 这房子啊 是我祖爷爷那被传下来的 归还房产的时候量过面积 房屋加院子总占地面积是580平米 房子的整体状况保存得不错 就是自己乱搭建的东西有点多 580平方米的四合院 还在二环以内 在南罗古巷 夏小兰初步是很满意的 看得出来 这个坐落在王府豪亭圈里的四合院 原本就算住的不是达官险要 那也不是一般人家 虽然院子里搭了乱糟糟的小房子 也能粗略看出原本的格局很方正大气 违贱的部分不是问题 真要买下来可以拆掉 小徐却不知道夏小兰的想法 听到夏小兰重肯的评价就有点脸红 院子是被糟蹋得不像样 挤了好几处人家 家家都想多占地方 原本的院子中央被挤得只剩下一个小天井 夏小兰逛了一圈 后面跟着一大群租户呢 他也没具体问别的 租户们不知道他一个年轻姑娘是买家 要不早就欺负他年纪小 给找麻烦了 有五行长阵着 那些人一直拿眼睛瞪房主小徐 小徐见夏小兰没有转身就走 心里也燃起了希望 万一对方真的想买呢 他对着五行长说话 却是介绍给夏小兰听的 夏小兰看完房出来 三个人走了老远 才甩掉了那群租户 夏小兰很干脆问 徐同志 你这个房子好像有点麻烦啊 你想卖多少钱 小徐是想卖八万的 但被夏小兰看见了房子的隐患 小徐一咬牙就少了五千 这样 七万五 你要是想买下来 拿现金来 我可以最快办手续 七万五 夏小兰嫌贵 五行长 我们再去看看下一处吧 明天